近年来 随着城市居民羊犬日益增多 因�违法违规羊犬和不文明羊犬行为 产生的各类安全 环境卫生等问题日益突出 羊犬免疫 登记监督手段缺乏 导致管养挫节 犬制伤人及不文明羊犬事件屡屡发生 近日 重庆警方推出电子芯片植入 及电子犬证管理模式 用科技手段给宠物狗装上电子身份证 8月23号 记者在江北区电子犬证办理现场看到 众多市民带着爱犬前来咨询 工作人员正用注射器将芯片埋植宠物狗体内 将委屈公安分局民警告诉记者 依托犬织电子芯片植入及电子犬证管理 可精确掌控和分析辖区羊犬数量 品种 区域分布 有效监督动物免疫 注册 粘绳等情况便于管理 同时 通过扫描犬织体内的芯片序号 可精确查询商人犬仪器犬犬主信息 便于取证 便于执法 电子芯片还可查询犬主信息 增加意外跑丢的犬只找回几率 降低流浪犬的数量 人家养狗养了很多年了 这个狗也有十二三岁了 我就想就是我的狗有了芯片之后就不走丢了 就是现在也可以找也有信息 就是微信上有看到它有它的身份证了 就是假如我的狗狗走丢了 通过派出所或者动物医院 它识别那个芯片就可以找到我 然后可以联系我 就是怕万一狗狗丢了有这种作用 羊犬的免疫有效七十一年 在免疫期到期前 系统会自动推送信息给羊犬人 提醒进行全职免疫及羊犬登记症的年审 年审时 只需要在网上提交当年免疫症 就可以办理全职的年审 电子芯片就是说那个身份证信息查询 公安机关我们和那个动物医 指定的动物医院 就是说植入芯片的动物医院 都可以查询得到 当那个免疫有效期快过了的时候 然后可以通过公安在线 然后进行提醒市民该免疫了 针对羊犬人比较关心的 电子芯片植入安全性问题 民警告诉记者 芯片进行过安全评价 评价报告显示 芯片对成年犬之健康无不良影响 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